这 陛下 此人乃五公主带入宫中献舞的女娘 方才她已全部招人 这一切 都是五公主所为 五公主之我父在靖心湖醒酒 便故意引诱五皇子前往 想要栽赃五父与五皇子私会 败坏他的名声 这一切 五皇子跟这女娘 都可以作证 父皇 母后 就是她 昨日便是她与我传消息 逢遍我去靖心湖的 你说 到底怎么回事 对啊 你说 是我指使的你 你可得小心说话 我 是我 父皇 她是御史中成大人的女儿 是儿臣请进宫来 为母后作收的贵客 如今被诬陷 欺援过去了 在这呢 把她抬回她附近那儿 严加管教 父皇 明明是五妹妹威胁她 把人给吓晕的 这一切就是五妹妹指使的 行了 你这个爹种竟敢这般怕咬我 你叫什么 你一定要闭嘴 你在说什么 这可是你的五皇兄 你竟敢如此地羞辱你的手足 在你的眼里 还有没有血脉情情 还有妙身 这个父皇啊 父皇我又没说你 我说的是他 还皇兄呢 他阿母不过是个下降宫女 趁着父皇酒醉才爬上的龙床 父皇 父皇因为这件事 殿内再也不准够你刺 也没踏足过 他们母子俩所在的当地 父皇 儿臣是长丘公嫡出公主 你怎能向着这些无遭人 来定我的错呢 这帮下党制人口中 哪儿来的实话 错 你够了 人少年时 过得不甚如意 就想让子女过得畅怀些 没想到 尽纵的你不知天高地厚 你对手足无情 对岳飞无尽 对你父皇无尊 竟然还在余的寿宴上 勾陷他人 如今便是你父皇饶了你 余也绝不饶过你 来人 母皇 儿臣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 你怎能 父皇 不能光说儿臣 我与这城上商无冤无仇 岳飞龙园和其兴雅 我与那些世家女娘 在龙园好端端地 被泼了一滴少水不说 还被惊挑出打 最后还淋了一头艾枣灰 那能不该治罪吗 什么无冤无仇啊 前日 你和那几个女娘 把城上商推下水 你以为人不知鬼不觉的 殊不知这皇宫里的事 没有什么事 是你五个个宝不知道的 陈少商 看来 你还瞒了不少事啊 陛下 皇后 少商有错 那些的确是 少商倾城去布下的 怎么样 阿诚扔了就是她 少商愿意礼罚 武公主明知我不识水性 还将我推下水中 用石头砸我 使我不能上岸了 所以 礼尚往来罢了 你既是有仇必报 为何要等到今日 回禀岳飞 皇后的设宴乃是大事 我怎能为了自己的私事 而不顾皇家体面 待皇后寿宴结束之后 再有怨报怨 有仇报仇 五公主 我用绍水泼你 那是因为你让我 喝了一肚子湖水 我又金条抽你 是因你栽赃陷害于我 坏了皇后寿宴 就算是你赴金请罪 最后 脑子已得会倒干净了吗 方才看 定是没有 成少少 那日放蛇我就该放毒蛇咬死你 免得流离你一条 剑柄如今来羞辱我 你还敢放蛇 我 五公主 你放蛇咬我行风 浮死狠毒 但你出宫之时 定有大力送杀 你少吓我 我身为公主 你能奈我何 父皇 母后 成少少不过是武将女儿 弄死便弄死了 我身为公主杀个人 不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吗 他们的命如何算是命 父皇 母后 你们为何向着外人 不向着自己儿女啊 你疯了 你疯了 你还配为人子女吗 你还配叫神安一生母后吗 你如此这般地对待陈少璋 他尚且还知道忍耐 一切待寿宴之后 才与你来算账 可是你呢 居然在你母后的寿宴上 行死栽赃陷害恶毒之时 不忠不孝至极啊 滚出去 滚出长丘宫 归无惠意的公主府去 你还想半点母女之情 就给我滚 来人 将母公主摇入皇陵 让她对着列祖列祖的面 四过半日 再回你的公主府 从此以后 没有朕的圣旨 你修德 跨出公主府半步 父皇 儿臣没有错 儿臣是被冤枉的父皇 母后 皇后出去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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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永生 我不会放回你的 皇后 皇后 放开 皇后 皇后 快走 快快快快 出去去 滚 滚 滚出去 滚了 慢着 婆娘子 五公主自有地后处罚 那春条呢 一进来便高呼 陈绍商和五皇子私会 这般挑唆 该如何处罚 回禀岳飞 不曾想 春条竟做出这等事 此等心藏诡计的奴婢 我是万不敢留的 明日 就命父兄将他发卖 西北还是南疆 都可 真没看出来 洛娘子 尽这般果断 我真是小瞧你了 看来这长秋宫的戏 是越来越好看了 我呀 等着你们慢慢演 你 filos off 不敢偶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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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 好 女朋友 都不敢偶尽 是 我说 因为最后 他不敢偶尽 你不敢偶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